哇 這裡怎麼有這麼多的奶茶 我來講 我來講 你來講 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訂閱 也都是叮 一下旁邊的小鈴鐺 最近我看到Facebook 在毛巾有很多奶茶店 差不多有40多 40多間奶茶店 牛市真的有很多 你知道嗎 我被騙你們 所以剛才我們去了10家店 我們買的平常眾人會買的奶茶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試喝奶茶 看哪一間的比較好喝 我想幸福 我想要喝芋婷 我覺得還是養生系列 阿托就不錯 阿托不一樣 喝這個也喝另外一個 加一杯呢 那我要喝這個 那我要喝這個 鵝鵝鵝 鵝鵝 你要來一杯 哇 你厲害 你木白 真的好 哇 你辣啊 人家電影這樣子 我幫忙 我要幸福 你不要喔 你剛才叫你拿芋 可以幸福嗎 幸福她就當你幸福的女孩 你已經放棄你是一個幸福的女孩 對對對 等你公開就把老闆你要哪一個 阿托啊 哎呀 這樣啦 我要幸福她 我要幸福她 好吧 這樣我也是木白咯 我們每個人已經選出來了自己想喝的 咦 沒有吸管 要怎樣喝 所以你不懂咩 KFC每當都沒有吸管的 孩子 環保堅數阿 蛤 OK 可是現在沒有水草要怎樣喝 我們就有湯匙 你厲害你不要給我看啦 來 外面的人那些可能會騙得很多 我不會 大哥幸福嗎 所以咧 幸福的咧 她厲害的地方是她那個珍珠喔 等一下等一下 蛤 我覺得應該會很幸福欸 因為剛剛那個店員他講 你一定要講18下 你一定要講18下 講18下 你剛剛看到沒有講到兩下 你要跟我講幸福 所以我不夠幸福阿 你講一下18下 人家講的你要相信她 我媽媽小時候叫我不要超過18歲 我媽媽小時候愛 18下 真的嗎 18下 有不一樣嗎 不一樣嗎 比較均勻喔 沒有這樣甜 這樣 一定要 咬18下才會均勻 好喝啊 等於是問你沒有喝 她很像Caramel 我覺得有牛奶糖的味道 這個焦糖跟牛奶糖 我覺得用湯匙吃還是有點怪 它珍珠很香 真的真的 然後珍珠我就要講 圓潤Q彈 咬三下齁 到四下這樣子的時候 它不只會爆開 爆開了之後 它就花掉 而且還不會黏 要加一杯咧 我很喜歡喝這個嘉義 我喜歡喝這個嘉義 你經常喝的啊 它不是黑黑 它是什麼 小豆丸和 好奶茶 就是黑黑咯 他們有個口號叫什麼 喝了嘉義 少壓力 少壓力 你們有聽過嗎 你壓力太大了才會買這個 我跟你們講 這個很好 你先聞 你先聞 它有一種 真的 不是超焦 是那種中國茶那種普爾茶 哦 你這樣講就好像有哦 為什麼這個珍珠醬小顆的 它這個不叫珍珠 它叫小豆丸 像你覺得呢 嘉義之前 有什麼不一樣 我很喜歡它那個 平安就好 哦 來吧 不要那種 欸它很好喝 就這樣哦 下一杯是 我們的第三杯就是 木白 這個好這個好 兩個顏色是什麼東西 是我也不太清楚的 然後現在我們 快緊張 快緊張 OK現在我們來嘗我第三杯 木白 怎樣好吃嗎 什麼味道 嗯 它味道比較濃郁一點 有幸福的感覺 又幸福的感覺 這個叫白目 還有這個叫木白 白目 還叫木白 白目是你哦 那我看一下 嗯 它是摩摩喳喳嗎 你懂什麼是摩摩喳喳 有啊我昨天才吃的嗎 真的很像哦 我剛才一直吃不適合 吃到現在哦 你懂我吃了嗎 你懂我吃了嗎 我小巧 鹽加會比較重一點 真的啦 可是我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太濃了 這的話路個岩 我自己喝這個的時候 它芋頭給人家扣 一種半粒芋頭 我覺得啦 不錯 簡單來講 木白還是不錯的啦 現在下一杯是 18度就睡了 我啦 你啦 去四杯 這是本土的品牌 18度 最重點是 我喜歡吃它 我喜歡吃它 你怎麼買得到啊 什麼都買得到啊 是啊 加在乃塔里啊 不一樣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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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嘗嘗嘗嘗嘗 想要這樣嗎 我喝嘛 什麼味道 哇尼拉的味道啊 什麼感覺 還是濃掉是吧 滿值得喝的 有 下一杯 兩杯 剛才我是學妹方 這什麼味道啊 这是美味鸡咯 很浓 它差 差点很浓 等一下 它是第一名吧 第一名 两个双吧 这闻到它加一点像耶 这个真的有对比啊 我觉得 还有珍珠 比较硬一点点 其实我很喜欢广茶的 台湾这年前喝这奶茶 就是大概是什么味道 二只鱼啊 三只鱼啊 我觉得会吃什么是在八年前 没有啦 四十年前 台湾灵火 两只鱼 好啦 我想通通看玩具的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已经听过了 你有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 我在联署还听过 零食堂哦 你这个什么作 玩作啊 玩作 你要唸作完 不是 我试着玩作 看到很多人在排队 我想要试试看 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味道 应该是 黑糖跟牛奶炒的 反正就 那上面有烤过的就是 牛奶的 烤过啊 灵火龙啊 焦糖的味道 来 开始吧 我们店员有说 这间脚底下是看你的 Lucky number是挺好的 我来记得999 999啊 真的 他讲很久了 现在年轻了 你一个礼拜一定会很久 真的 他们跟我讲是一种态度 哦 他的珍珠 咬下去就变两半了 有什么东西讲下去就是两半 八个三个 三个都不一样 就讲他变成好咯 不一样耶 放解力都不是不同的啦 阿醋明明就是他的王啦 但他叫王座 真的 真的 真的很美味 我觉得他的珍珠很美味 就是很有层次感 就是很特别 你点了一杯 你可能吃到三种不同珍珠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吃珍珠 他体验不同的珍珠 你会吃 东西好不好 看那个杯最后有没有拿完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去拿两碗吃 他在ISV旁边 他的珍珠有特色到让我忘记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出来了 我喝哪一杯啊 喝杯 怎么叫糖奶茶啦 要Shake 这个有讲要搞笑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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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 摇不去耶 摇不去耶 我看他没有叫我摇 你看你看 还是长一样 木白线 你也有人吃喝咩 晚上 我自己很喜欢喝奶茶 不过我只要是买了 带主走了 我们已经在吃喝妈妈当啦 妈妈当 就喝了然后在那边聊天 我现在也是你喝慈悲哔冰啦 你这个这样子就喝十杯 我现在没有签掉了 我现在嘴巴巴不闭了 我被整个甜到 你先给我吃苦瓜都是甜的 哈哈哈 来来来 我先试看 木木白 人家年轻的酱 奶茶界里面 晚上喝茶的话 去这间我看看 我看是怎样 好冷喔 他的珍珠也是现代的珍珠啊 比较会 它蛮Q 咸了然后化掉 很爛 我们是用牛奶 所以他比较健康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去韩南街 就喝芋头奶茶 我觉得不要平均 我觉得他是甜的很好喝 哦 我看到了 大家都想喝他的鲜奶而已 我觉得他这个鲜奶 配上完作的珍珠会很不错 哈哈哈 下一杯 最后再四杯 我感觉这比较特别耶 花生冰淇淋可以糖 有之雄出没 对 现在每一天都要黑糖喝 我平时很喜欢喝奶茶 一天一天喝十多杯 我现在看到没有力了 花生 要嚼 要嚼 这个是哪一间的 玉黑糖 让我喝喝看 对 它叫花生冰淇淋 花生参下去 全部东西都没有味道 对 喜欢花生的人可以喝 对 我们先下一杯 它叫做茶色 一门红奶盖 哇 这间店很有个性哦 我要调冰淇淋吗 我手里固定 可以 你不要喝淇淋吗 可以 哈哈哈 不过就算他这样 我们还是很喜欢去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拿拿拿拿 我觉得不错耶 真的 一讲一讲的那个点 哈哈哈 不是因为我喝到咸咸的 我下一天会发现 诶 我点的就是海盐 巧克力这间店 粉土冰淇淋 不然会长蒸鸡鲜的味道 哈哈哈 哈哈哈 哇你已经喝完了 所以夏拙目前 哇 是一股清流 最后两杯 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咯 Elly嘛 这个可能有人讲 不知道 新的咧 就是新的啊 我以为它大杯 就是因为你们觉得它好喝 所以你们买到大杯 哈哈哈哈 所以里面只有这杯这么大 谁买到的 这是什么 我知道 讲一下 二梨香 对 二梨奶茶 啊 嗯 哇那个味道 嗯 很浓的啊 阿伯格豆香 你已经传出来了 哎呦好香啊 你这个很难 来吃麵包的 对啊 我没吃耶 老婆跑不吃 老婆吃 老婆吃 这个味道很难形容 就是阿伯格豆味道 哈哈哈哈 这是我最喜欢的 我喜欢 我喜欢 哇 哇 我不懂女孩子在心酸什么 怎么啊 我在想怎么时候可以喝完呢 谁买的 我们 我们 店员比较漂亮是不是 诶 有惊喜吗 有惊喜吗 这个味道太特别 难以形容 嗯 你吃了珍珠吧 我没有吃了珍珠 它珍珠 有点僵硬 阿伯格都很好 健康 可是它配起奶茶来 就太特别 你们下次还会再点这杯东西吗 我觉得我可以耶 我觉得喝完这杯就很爆了 你不想吃饭啊 如果还可以点一杯这个 会起来比较好 我觉得会起来比较好 是我 你表演看你点大杯 我 我要喝到苦啊 最后一杯啊 不要怕 没有了 这个不要点它整出 它等要等二十几分钟 它就已经红到 就一直卖完 它很滑 这个鹿角上有听过吗 听过 在全新山 不是 全马 都有的 都蛮出名的 有一只鹿的那个嘛 所有奶茶店里面 这间 诶 往后面 要喝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跟你们讲 喝好十多杯奶茶过 喝酒 酒都是甜的啦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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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觉得酒很贵 这种我喝了奶茶过后 酒 这个有珍珠 你那只是酒而已 你打珍珠找进来 不要垮什么 我们喝这个 我们两个已经喝了 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很香 试试看它后面的 要吗 喝一口就好了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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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他讲 不要跟他讲 那他会看视频 诶 等一下 所以 我们喝了这样多杯了 这个不是些鲜奶 这个很香 它都一样哦 哦 蜜蜜加奶哦 蜜蜜加奶哦 蜜蜜加 要把醒目中票选的 地名调出来 看你跟 这样很像 我现在就加奶茶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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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讲今天是惊喜 身心会推的话哦 那个丸座啊 一开始我真的以为哦 它是 主坏掉的珍珠 哈哈 来 风哥 来一杯 哇 还是丸座啊 讲真的 为什么你选丸座 我看你应该跟人家讲什么 你就跟着 不是 丹达啊 它珍珠真的不错 你呢 嘉义 对吧 这样的珍珠 比起很多珍珠还比较特别 哦 因为咬还是麻将的咬 所以比较顺口 所以比较顺口 其实讲清楚 我是这样的选奶茶 不是这样的选珍珠 每个都在选珍珠 你呢 五百 四个 你超着摩摩加加加 哈哈 小时候妈妈都每次煮摩摩加加加给你 所以在外面有 有妈妈的味道 所以 我推荐这边 啥色 因为去这边 又不用选糖 不用选什么 全部讲要这个 它就放出来就对了 所以不用环绕太多 问我 珍珠咧 还是它 它珍珠让你印象深刻 真的 然后珍珠比较丢 还是这边 幸福糖 它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你幸福了吗 刚开的buzz 现在不是我脚的 哈哈哈 好啦 换我啦 我的话我会选 这杯 也是碗粥 哇 拿了很多票 哦 其实 等一下 它不容易滑你滑你滑倒 真的 整天喝 他都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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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会选择加益 因为我觉得它的茶叶蛮香的 好啦 那我来总结我们今天最后的结果 我看到你们大家都是选择一个 第一票占了四票 对啦 今天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推广的是 好 环保典出 自己在自己也习惯啊 你不就会 如果你们更环保一点 有酒杯 就都被靠 可以一直在循环使用 你要知道 你们这样子十杯下去 一袋垃圾灯又滑了 对我来说奶茶嘛 就是觉得 水费比较好 好啦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选出 我们觉得Mosting 在我们这边最有人气的前三名 那第三名是 木白的 木桃 木桃奶茶 不要加木桃桃 第二名是嘉义 我的小丸 碳烤奶茶 嗯 然后第一名是 王座 这个王座真的是因为 整出取胜 对 那你们这边 有像星巴克一样 像这种奶茶店 我带我自己的杯子去 可以帮我扣一点钱 你台湾有没有 有啊 台湾可以 我现在在行山 目前是没有看到的 我觉得这种想法 这个概念真的很好 就这十多杯就是垃圾了 对 你只要一买 就是在无限制造 淘桌垃圾 可不可以 有些奶茶的龙头啊 做自己的 在群环的水料杯 推广这个 在循环使用塑料的这种概念 喜欢的东西很重要 可是 做多点 環保减速 浴化环境啦 等等等等 不管怎样 我还是会去买这些奶茶喝的 因为我是奶茶匠 奶茶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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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茶匠